现在我很荣幸请以下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联合国和平使者上台 七年前我来到过这里 当时我希望一个青少年的女性 她在支持自己教育权而受伤的情况下 可以受到支持 当时许多国家企业公民社会 我们所有人都承诺要共同努力 来保证2030年所有的孩子都能够上学 但是在这半路上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教育紧急状态 我再次提醒大家目前的局势 在阿富汗 塔利班 让苏玛利亚这样的女童无法接受教育 在乌干达和巴基斯坦 干旱和洪灾 使得家会人亡 让Banessa和我这样的儿童无法获得教育 在暴力状况下 在俄比亚 在俄比亚乌克兰等等国家 使得像Ganesavela这样的女童无法接受教育 如果大家真的想要 创建一个对于子孙后代安全可持续的未来 那请大家正式教育 你们已经听了很多 讲到教育会如何改变人的生命 加强经济发展 并且贡献于更加和平的世界 你们都知道 每个国家 每一个社区 每一个企业 如果看到所有的女童 获得自由 安全 高质量的教育 会产生的益处 并且 如果大家还保持一律 教育的影响力是什么 你就问一个女童 她会告诉你 教育对她意味着什么 大家 大多数人都知道 现在需要做什么 你们 千万不能 做一些短期的零散的工作 而是要致力于 致力于 捍卫 完成教育的权利 并且 弥合 差距 永久性的解决 这一个问题 我们必须要使用 你有的能力 来采取行动 配置20% 预算 用于教育发展 高收入国家 应该增加 援助 减免债务 并且 要有公平的税制 这样 低收入国家 可以用更多的 政府支出 帮助女童 帮助女童 在教 课程中 减少 去除 两性 不平等 让学校 环境更安全 并且 要 帮助那些 最受挑战的人 和他们一起 改革教育 今天 大家已经 从 Vanessa Sumaya 和 Elizaveta 那里听到 他们和 数百万的年轻人 全球的年轻人 一样 都在 青年宣言当中 写下了 自己的要求 并且他们 已经做好准备 向前走 一会儿 你们也会发现 一些青年领袖 Ulysses和 Kerrymott 他们是代表 世界各地的 年轻人的发言 我希望 在接下来的 七年中 我们 七年之后 我们会再次 在这里 与你们对话 不是 敦促你们 伸出援手 而是要祝贺 并庆祝你们 对于女童 做出的贡献 今天在会后 请 问问自己 还要等几代 还要牺牲几代人 你们要让女童 等多久 才开始执行 你们的承诺 我们 还要等 还要做 像这样的 讲台上 讲几次话 才能够让我们的声音 受到聆听 来吧 来吧 感谢观看